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反應的 人家都是 這些又不是法案的雜誌 不過這本雜誌 就跟金勇那些有關 老實講 之前搞那些什麼 金勇高峰會 其實語會出席那些是什麼 摩根史丹里各樣 你如果全世界是有良知的 就應該狠狠制裁這些人 竟然走過來香港 這個反人類的地方 正如那個澳洲的卓球手 奧蘇利雲一樣的 我現在叫他做反人類卓球手 Anyway 今回 福布斯的文章就指 香港輪為一個叫做 流民政權 政權入面那些二十幾萬的公僕 全部都是流民 他是政權的一部分 宣誓一起做流民 有這個國安法23條 徹底改變營商環境 徹底改變了 更加幸運致遠 當時商界好像是一致支持 Anyway 港府 政府的反駁就是毫無根據 強烈反對 話說首先 福布斯 在7月30日評論文章 顯示香港已經不是 世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 對 都選新加坡 自從港區國安法 和23條實施之後 在香港 呼籲國際社會要認清楚 做生意 如果你落戶香港是一件冒險的事 沙特那條猛餅 中東提子 唱歌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看了這篇 走隔不休息 出稿之前已經跟黃子說 你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沈文龍、麥爾瑞那些 都拉不住 那歌唱不響 這樣就沒有了幾十億了 多慘啊 所以說誰說唱衰他 各樣那些沒有任何影響 香港政府之所以 經常譴責這些 報紙雜誌 東方大旗手 好像沒有 東方大旗手 隨便吧 就原因是因為他們 整天在這裏 又說破產 又說什麼騙子 又流氓 那些人啊各樣 你嚇走那些人 不敢在這裏投資的嘛 所以我就說 鄭眼孔罪該萬事啊 人家那些 惡意留標 惡意倒落 惡意不保地價 惡意不投資 惡意沽空 所有的東西都不處理啊 就令到香港的經濟 不停收縮 赤字達至千二億了 是不是 嘩他厲害啊 他跟我說 第一季啊 那就千二億 那一季就千二億 成地而已 是不是 那就是四季合起來 五千八百億的呢 有沒有那麼多錢的啊 你都沒得那麼不佩服他的 就是樂觀一點嘛 有幾千億虧 人家都聰明的 是不是 話說 北部詩文章 就叫做 HK's economy is now risky business 是一件很高風險的行為來的 你自己就是 釋除專辯啊 過到來做生意 有什麼神保來的 就是例如 Dior那些 走過去 他無緣無故 找個運動員 賣廣告 啊 劍擊選手 那些 我劍擊啊 和穿Dior那些 有什麼關係呢 你不清楚了 同時你以為 就是香港好友啊 你的廣告給什麼人看啊 你香港人看有多少人買得起Dior啊 買得起那些都走了 是吧 先有幾個有錢人 走了去加拿大那邊 很多加拿大的其實 枉花好像給有錢人去那樣 文章指出啦 他說 往日有的呢 就是現在沒有 往日啦 是有自由營商環境 現在就不是啦 一點都不自由 是不是 往日是有 穩固的法治保障 現在那些呢 你不要得罪大陸公司啊 不是龍夫山泉過來的啊 啊 至於你那些尿媽記呢 被人媽差一回 你就這樣倒閉都算好啊 他要你身敗名裂啊 結果原來三十年來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人的 是吧 但是你三十年前不說 啊 市人食安局 你那三十年在這裡做什麼啊 那就是你隱瞞事實啦 這三十年來 你隱由那些香港市民 吃些大陸貨啦 是吧 人家都算給面子啦 大陸 不過那個供應商 只是說找香港人入口的嘛 那些貨 就是都會看著的 不清楚了 不過都執了 所以你要看咯 那個是 如果打劍那些 你要江家的 那就好些是吧 有些背景才行的 文章作者指出 香港逐漸呢 就變成一個流氓政權 這裏我不認同 因為老祖已經是流氓政權 什麼逐漸呢 他只不過是變成大流氓 進行非法金融交易 逃避國際制裁的中心 噢 他只是指最近 油麻地雲涵街那件事 又如何 是不是這樣說 美國那些要制裁 一早就制裁了 由22年至今 都經歷了成兩年了 又不是游著游著 我經常都說 中國也好 又或者香港也好 香港也負責運些分泰理給他 中國那些 禁過制 移平美國東岸那班人都想著 反擊好呢 在談論的時候 大家正在商討 已經炸成非灰 所以美國是必敗的 中國必成 還有自從1945年之後 美國有沒有用過任何的核仔呢? 沒有的嘛 因為他那些用不了的 正如英國那裏 這三叉擊都可以射歪的 所以孟詩說英國有機會成為 第一個擁核的伊斯蘭國 是在英國 他又不用那麼害怕 為什麼呢? 即使是擁核都好 他肥不中的嘛 那你就不要那麼害怕啊 好啦 又話說香港和俄羅斯 伊朗等的貿易增加 所以啦 美國是應該引用愛國者法案 去制裁那些涉事的香港機構 不好意思 文章是引述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的報告 因為福報師不會說這些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那裏 就是張君揚他們了 幸好啊 當日國安法通過之前 他們就已經離開了 為香港留有有新的力量 戶傳大局 那現在才可以一個一個報告 扶過去 也是民間的一個力量 真心代表著香港人 不停地扶一些報告 給這個美國國會 原來你這樣的 他們最熟的嘛 每天看香港的新聞各樣 他們懂中文字的嘛 看一看 知道什麼了 是嗎? 雲鹹 街你都玩 那些 還有俄羅斯 那些港幣那些 以及啦 誰最生氣他 當然是許智峰議員 為什麼呢? 雖然 都嚇到別哥都侮辱的 那時候要提走那些匯豐裡面的款項 差點被人凍結了 現在呢 想說拿回那個強積金 都他都還未拿到的 原因是不知名 有沒有這麼離譜才行呢? 只是講強積金的事 撈住人的 養老金那裡 卜布斯都可以大寫一番 你有沒有想過 供自己那些養老金是可以拿不回來的? 有病啊 他拿來做什麼? 你很難不懷疑 他是拿來去救大陸的經濟的 你看看行大那些 是不是? 萬科那些 間間都講著 萬億萬億的爆煲 那錢從何來呀? 就找你呀 他呀 各樣的強積金頂 甚至乎那些強積金是拿來抵押的 那一份押十份 那不知道誰這麼傻仔 借了給他 但是要拿回的時候 響職金學講說沒得拿 那些金融機構都可能會被擠提 話說 這個福布斯的文章一響 特區政府就著了燈了 以及黨媒點新聞 也都在反駁這個說法 我們先來看一下官方 官方31號即是即晚 發表聲明指出相關文章引述的 那個香港自由委員基金會是怎樣? 是反華組織 玩這個黑命貴那些東西 他不反華的 他反你而已 你不要當自己是華才行 大佬 華泰斯有你份 知不知道華泰斯是誰? 最近鄭沛沛 就是我們致敬 這位藝人 原來台灣出身的 就是華夫人 含笑半步釘 私藏唐人私宅 就是死罪 我們向他致敬 對了 華泰斯有你份 反華組織 他形容文章是堆砌失實 還有毫無事實 根據的內容 那你要反駁文行街 那件事是吧 但是你是親口 就跟這個烏國的外長說的 你是不同意那些單邊制裁的 即美國下來的制裁你是不同意的 但你又同意那些雙邊制裁的 即我都同意你制裁了 你就可以制裁 又包括會嚴謹質事啊 那個聯合國發出的制裁令 但是聯合國沒有發出的 只有美國那些 你又不理他了 聯合國都有譴責到俄羅斯的 你不如加入譴責吧 Anyway 由於呢 就說成份不良的是反華組織 所以就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 你反對什麼 反對這個福布斯引用的 是一個反華組織的文章 那你都是攻擊人家的偏才質素的 人家福布斯出了名的 尤其那些有錢人很喜歡看的 我跟你說不看得定的 你又知道幾架細糖的 特區政府有強調 一直是按照中國外交部指示 全面實施安理會的制裁的 對於個別國家基於自身考慮 在某些方面實施單方面制裁 那特區政府是沒有權力 也不會實施有關的制裁 那哪些是單方面的制裁 他在說的只有一個方便 就是政篇 那最神奇的就是以往不會的 這份是Yahoo新聞的 竟然在最下面有一件事 你又見到了 香港的新聞自由 還有什麼自由經濟體 自由樂體就有 你知道什麼叫自由樂體嗎 Free Falling Object 你要學一下F等於MA 話說本網所有內容 如有任何時事批評的時候 只在對相關制度和憲政秩序 提出可循合法的途徑 予以改善的意見 又無意煽動他人作出暴力行為 擾亂公共秩序 對政府和其他群眾 產生真恨滅視敵意或其彌判等等的行為 我們這些都是 雖然我剛才說的在嘲笑他各樣 但是本台所有的節目各樣 本台所有節目 同時事批評 都是給你那些可循合法途徑改善的 你天滅中共不關我們事 天滅你 這個你可以改善的自取滅亡 我們沒有意圖去叫其他人做些什麼的 你就自己滅自己這樣 我免責聲明做了的 不要找我算賬 就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